港珠澳大橋 堪稱工程難度世界第一的港珠澳大橋 24號正式開始通車 從珠澳口岸人工島出發 沿途以風帆、海豚和中國結為造型的三座航道橋 行駛途中會經過西人工島、海底隧道和東人工島 之後就會進入大橋香港段 最後到達香港口岸人工島 全長55公里的大橋 將珠海道香港的行車時間 從4小時縮短到45分鐘 整個大橋的施工最深是48米海底 全長大約6.7公里的海底隧道 是難度最高的部分 大橋位於寧丁洋航道 每日有超過4000艘船經過 再加上附近的香港機場 不准大橋速落在它的飛行線上 海上起橋走不通,唯有起海底隧道 在荷蘭公司拒絕轉讓外海沉管隧道技術後 中國唯有自行研發 海底隧道由33節巨型沉管和一個合龍段組成 每節沉管重量大約是8萬噸 這個相當於將33艘航母放入海底進行連接 鋪設安裝工程困難重重 其中第15節的沉管就經歷了兩次的失敗安裝 在第三次安裝才成功 另外工程對精確度要求高 在最後對接階段 案裝是E29和E30之間 大約12米的最中接頭 和E29出現了15cm的偏差 工程最後返回調整,進行第二次對接 港珠澳大橋沉管隧道 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深邁沉管隧道 更被譽為工程界的珠穆羅馬峰 港珠澳大橋開通將會促進越港澳三地發展 將珠三角各大城市整合成為一個超級都市圈 越港澳大灣區 它帶動的經濟潛力可以是患難以估計